美国CNNU2月13日报道 根据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提供的最新数据 2018年全年美国死在枪下的人数接近4万人 反枪支暴力协会统计数据也差不多 2017年死在枪下的美国人 共有39,773人 而1999年的这个数字是28,874 也就是说从1999年到2017年 美十万人死在枪下的人数比从10.3%上升到了2017年的12% 不过这39,773人中有23,854人是死于自杀 是也是18年来的最高 而1999年用枪支自杀的人数是16,599 有个常见的说法是黑人死在枪下的人数平均下来要多于白人 统计数据显示这是个偏见 因为这39,773人中有23,927人是白人 绝对过半包括自杀的 而且数据显示美国各个族裔中 白人男性的自杀率是最高的 每10万人有14人 那么其他族裔这个数据是怎样的 白人女性 2.2 黑人男性6 黑人女性0.7 好低 亚裔男性3.0 亚裔女性0.5 印第安土著男性 9月3日印第安土著女性 1.4 但是转个方向 不说自杀 说谋杀的话 9月3日印第安土著女性